字幕志愚者 李宗盛 我想知道… 大家好 我是Steven 這邊是Steven 數位社群行銷解貨市 在這邊呢,我將會容納 我在行銷生涯裡面 總共交了四百堂課 八千個學員的經驗 跟操作破千個專案 裡面有一些精華,不管是學員 或者是客戶遇到人疑難雜症的問題 這邊都會一一的為大家來做解惑 我們知道網路行銷是很快的嘛 網路是千倍數的時代 很多的傳統的傳播方式 要隔個幾天,網路是隔幾分鐘 很快的傳出去了 再造成公關媒體的渲染 再回到社群再發酵一波 所以通常社群要怎麼樣快速營營呢 第一個要會觀察 觀察Social Lessoning,網路行銷,傾聽的工具 去了解到網友的脈動在說什麼 每天的每個小時的監測軟體的報告 都可以去收集去看 再來呢,你去收集到這部分 除了輿論的情勢,輿情之外 還有就是說去了解到最新的社群的脈動 以下幾個網站,比如說Hacker News 或是TechCrunch這些的網站 每天會update新的一些知識跟資訊 都還不錯 第二個部分就是你要去嘗試它 嘗試新的平台 好像聞到小紅書,聞到抖音的東西 聞到新的IG的REELS AR,Facebook Messenger 甚至還有更新的元宇宙的一些新的功能 FB開著創作者平台 IG開著創作者平台 這些新的項目裡面要去嘗試它 嘗試它先試做 試做之後慢慢的 大概知道說怎麼這樣一個模式之後呢 可以再推廣給自己的公司品牌 或推給你的客戶 先從嘗試去做 那這樣就會跟得比較前面 適應這個速度 因為這樣萌芽的時候先跟 其實會比後面再跟會好很多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要保持著速度要快 所以你平常在工作裡面的習慣的養成 比如說我們再做一個內容好了 你可以花三個小時 把一篇內容反覆的看去發想 那你也可以很專注的 給自己二十分鐘三十分鐘把它做出來 它是不同的一個層面 那網路其實講短平快 短就是說你東西不要太長 平就是說價格不要花太貴 快就是快速 所以網路快比較重要 重點是你要習慣這個快步調 讓自己平常在溝通裡面 形態裡面做到比較快的一個動作 你自然而然就會在你工作裡面 習慣這樣子快速的方式 謝謝 如果有任何想要詢問的地方 歡迎在下面留言處 來留下你的問題喔 這樣的內容都非常寶貴喔 歡迎大家來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